让投资朋友大家早安 来看一下今天的盘事格局 在今天盘前传出非常重要 关于后续景气面的一个非常重要讯息是 原本的两位联组会主席的一个候选人 以为是现任副主席 这个叶伦 以为是这个桑默斯 那桑默斯是美国的前任财政部长 他的一个态度是 比较要采取一个鹰派的一个措施 所以在这个桑默斯 在今天盘前宣布弃选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一个美元指数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探 那所以造就了国际股市 在雅谷这边一个大涨 那台股野兽会这样一个利多消息 对一个向上开高 好那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叶伦 确定能够执掌 联组会的这个地位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关于中期联组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稳定度 当然会是越来越高的 那这也是股市政的今天 全球股市正向反应的主要利益 团前美国的期货 道琼期大涨160点到180点 好可是我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先给大家这个短播一个确认 关于政策面 那我反而会提醒到所有的投资朋友说 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我认为它的确是长期利多 但是很可能在这里 量能不足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足以改变这个盘市格局的盘局 尤其在10点半左右一节 大盘已经出现了一个 五浪加KT贝里高级期这样的一个态势 这里很可能是以价钱只是一个期权来讲 现货上面一个短播的一个空点 那股票以及期权方面来讲 针对于10月份的一个交易商品 如果我们要去涵盖在这个中秋节 这4天的一个长假 今天很可能是一个短播贝里点的 这个位置点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后续的一个空讯 不过我们在这个盘前稿 昨天刘老师就把这个 9月16号的盘前战报跟大家分享 整体在一个向下泄行之后 今天还能够创高显示 这一波的一个波段一个走势 在日线图的格局上面 今天既然能够交代一个短播高点 去确证这个向下泄行 可以向上喷出 这整体盘市格局 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证据证明说 这个多头的一个长期趋势已经走完了 再加上这个叶伦确定执掌 我想通常现实力多 可是投资朋友我就要提醒到大家 那在今天极短播来 日线是过了这一个8238的一个高点 那8252可是日KED的一个指标 在RSV还是控股底 这个相对转折高点区 你可以看到KED值是带不上来的 那即便带上来了 这边由于连续的 大概是八个交易是横向整理的一个区间 成交量能今天又是取量比较不足 大概700多亿元 现在预估的存价量大概785亿元 量价今天是背离的 量是一个箱形盘整 没有量这个盘式的格局 我个人认为这个盘局是不会改变的 即便即短播取出一个短播高点 这样子反而容易成立一个短播 背离加五浪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轰讯 稍微注意一下在那结构格局里面 大盘反而容易出现一个短播的一个震荡 那稍微注意一下接下来一个 节前的一个卖压 很可能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呈现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今天标题会提醒到大家 我在技术办的教学 就是这样跟大家报告 注意今天在大盘大概在两点高盘 在10点半或者是12点 或是一个变盘转折点 但是五浪加KD背离 这很可能是一个波段即将进入一个短播震荡下压 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播获利调节点 那反而在这个政策面背景 因为这个叶伦小姐确立 接任的状况之下 营造一个后续中长期政策稳定 这样一个气氛 那国际股市也以正向表态 让大家信心强烈一点点 那投资朋友如果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认为反而QE越来越高的一个几率 在9月17、18号 这一次的联组会的会议 那大概就利用这个国际股市信心比较强的位阶 顺势的直接在这里宣布退场的一个消息 好这个机会就非常大了 那由于在这个2014年的一个年中 他要把这个85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 退出市场的状况 那这个中长期是一个慢慢慢慢要去缩减 那会把这个850亿元 最后中期当然是宣布全部做一个退场的一个动作 那他的一个趋势来讲是一个比较中线 而且持续性的一个影响 那因此在第一棒这个第一次出手这个位置点 他一定要让市场的信心强势一点点 所以我想反而因为在这个宣布 确定由叶伦接掌 那桑莫斯赶快在这一下来几个交易日 即将要去发生 这个政策面这个开会的一个结果的位置点 这个时候的这个意义 反而我们操盘式的一个解读 我们认为反而在这个接下来风险 会短波的一个震荡的机会越来越来越高 那所以这盘式格局稍微注意一下 即便今天一个向上弹生的过程里面 投资朋友有一些操作面来讲 我们还是会提醒到大家说 价应面上面包含 有一些股票像大力光 它这个盘中工到涨停板 可是回撤仅限的一个位阶 这种高级期的股票 几短波请大家这边的追加暂时要小心了 那甚至于我认为 这里五浪加凯利贝利 我会寻我的会员配偶 适当的用一些短波的一个 避险的一个工具 我认为在这个位置点 今天十点半左右 我的线上的一个教学就告诉大家 十点半前后大概会见到整个波段来讲 整体盘是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位置点 那所以提醒到所有投资朋友 建议规避一下后续的风险 尤其这个短波这个反弹 上个礼拜五的六的时刻点 洪达电不是相对强势吗 你可以看到结果为什么今天 做一个短波的一个向下取缔 因为它短波的一个高级期 所以更何况是一个长期高级期 这个位置的一个股票 不过洪达电如果症状下压 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 如果能够适当地进行量缩 今天是下跌带量 所以现阶段来讲还不着急 等待回测这个大量换手区间 如果能够进行一个量缩 也许在接下来两个交易 甚至于在中秋节之前 很可能会看到一个马逊 这是25.8的一个益龙店 那在上个礼拜反而跌停 367302TBK跌停版 那反而今天相较于宏达电来讲 这两档股票今天却是反弹 在这个位阶非常类似宏达电 我认为在这个位阶前后的这个 即将见到波动暖讯 见到之前的位置前 往下反而这些向下卸行 绝对低基期的股票 大盘今天竟然能够在一个 向下卸行的支撑之下 还创下一个短波动暖高点 投资朋友我们就要去肯定说 这里绝对是一个中线来讲 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两三个礼拜 大盘国际趋势发生一个变化 不小心真的做一个往下震荡了 那反而在这一礼前后来讲 我认为一个多头上升趋势线 这里一个低档区的延伸 做一个力手一个动作 这机会就是非常大了好不好 所以整体的盘事格局来讲 我个人不会继续倾向 以我自己的看盘经验来讲 今天一个价钱指数8245 再加上300点的这个价差 以环权来讲 大盘其实已经来到8500点 8600点这个位阶 它是一个相对绝对高基期的一个位置点 那投资朋友在交易面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追加的一个风险 现阶段来讲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说 在面临全年度最大的这个震惊事件 即将要发生 我说都不是国内 你可以看到国内纷纷牢牢 大盘今天还创造波环转折低 我一直提醒到大家 千万不要用政治面去解盘 因为这个盘事格局的 契合波走势的一个交易面上面 提供你的讯号更重要 那礼拜六的一个解盘 我们不是告诉大家吗 这个量那么少 在交易面上面这根线图 在解释的面向上面 是完完全没有意义的 你看今天直接谈上来 可是如果说真的已经看到 这个短波的一个相同反弹 我们反而会提醒到大家 我们教学内容就提醒到大家说 稍微注意一下 后续趋势吸引一个中期的 一个趋势吸引的一个走势 在这里这个风险就已经比较偏高了 那稍微注意一下 今天的成交量能只有 八百一言不到 这种盘事格局 在这个量不出来的状况之下 你是比较难去改变 这个横向盘整区间的一个结构 那因此随时注意一下 如果大盘在这个位阶来讲 我的看法是除非 你看中盘盘的位阶 这根超红K 尸体的中盘红 能够一路一路利手到今天尾盘 确认说今天尾盘 开盘Buffer的一个收盘形式 还是两点高盘 否则我认为只要稍微留半根 甚至于说这个下压的幅度比较明显 把这个红K整体都翻成一个黑K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很可能就交易面上来讲就是一个短博非常明显的一个空讯 好吧 所以虽然今天盘事格局在大力光 我们半天战报跟大家讲到过 刚攻抵了掌停板过 那这个掌停板的一个位阶不是和投资朋友再去做追加 因为在日线图的格局上面 谍停板的当天我们就告诉大家 大力光未来中期是绝对有希望 可是你打到这个向下的一个位阶 进行一个ABC让你有反弹 中期却是面临了在这个1010元左右 中期的套牢盘整理的一个麦芽带 这很可能是一个短博来讲一个反弹 你要去面临这个技术面来讲 五浪加KD背离 这个月线格局来讲已经非常明显的是说 可能要适当的做一个休息盘整 这个采取寻求下一波布局的一个机会 这个位阶如果是五浪加KD背离 这个高级期的股票 包含6269的台郡也是有一点点这样一个面向 在相对的一个转折高点区的位阶 那整体一个一下煞 五浪加KD背离一过高 在相对转折低等区 你还可以从日线的时候格局去切入这个 台郡台虹末端 整顶一个向上喷住的动作 可是在这里周线层级呈现一个背离 显示这个中期也面临到一个长期 五浪区实际的结构 比较高档区的压力 而且五波长完了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一个ABC让的一个震荡盘整 在这里苹果相关概念股 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高档区这个形态比较大 甚至于现在假设没有完全全息 这个高档区的M2心态就两三个月 大力光也是一样 那就要注意说在这里高档区 大家都知道苹果今年下半年会比较好 而且刚刚传出来一个消息是说 盘后的预购 对不起 苹果在iPhone 5c的黄色机壳这一个款式 是在这个预购的一个过程里面 非常的一个踊跃 有可能会超乎市场所想象 可是过去的果粉在DEP这预购的过程里面 通常都是反应比较热烈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 它一个中高价的一个定位的一个策略 在中国这个市场能不能切入得了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个动作 你可能还是要暂时先放缓 好吧 因为所有的一个数据都显示说 关于这个定价来讲 这个消费者在初步的这个试掉的过程里面 他的一个接受程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说多况的消息都有 大家都比较 那如果找不到更明确的一个讯号 直接看交易面上面给大家一个讯号 缺乏明确的证据状况之下 尊重盘中的一个现行图 给大家的一个走势的一个预估 那稍微提醒所有投资朋友 日线图格局已经出现五浪价KD背离 我认为今天成交量比较低的状况之下 这里不太适合去做一个追价 那等待终极趋势的盘整 这两三个礼拜 自然而然消化日KD高档 拨到卖讯出现的一个位置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有没有机会 再去做一个扩大布局 那因此整体维持 还是这个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好 开始跟大家建议的 现阶段所有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资金 尽量要把现金的部分 空出来比较多 以因应后续盘式格局的一个变化 那注意 今天日线图一定要实体中创红 收到一个短波转折高 否则今天机短波来讲 就会成立五浪价KD背零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慢讯跟短波的空讯好不好 以上投资建议 请供所有投资朋友做参考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